哈囉大家好,我是保全大叔小李 經過這個兩天的連續踩雷之後呢 我決定今天保守一點 所以我點便當 這一家叫麥當當 來看看他的便當 我點了他這個打拋豬便當 這個看起來菜色還蠻多的 雖然有我討厭的四季豆 不過呢 加上一些地瓜泥、豆腐 這有點像健康餐的狀態 那打拋豬肉看起來份量還算不錯 那另外呢我點了他的這個炸梅花豬排 來吃吃看他其他口味 那至於這個韓式炸雞 看起來有點虛 沒關係,等下再吃看看 他這裡面放的也是類似像紫米飯的東西 我們先來吃一口看看喔 嗯 嗯 雖然是煮的剛好 我覺得紫米飯煮到這個水準算OK 不會太軟 不會太乾 不會太乾 吃起來是夠軟 然後又不會黏 這家OK 先吃一口他這個應該是乳蘿蔔吧 嗯 他有一點點的調味 不是完全沒味道的那一種 青菜 嗯 他會稍微加一點點的鹽 非常的清淡 類似像健康餐的狀態 但是他還是有加一點鹽 或是加一點 像這個四季豆他有加一點那個蒜頭去調味 蘿蔔看起來是水煮 可是 他可能都用某一種高湯去去煮過 所以他不是完全的沒味道 然後他也不會有生蘿蔔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這個煎的豆腐就比較奇怪 來我接下來吃他的這個打拋豬啦 我這個打拋豬呢 我配一下他的這個紫米飯 這樣一起吃 不過他的主餐就是 味道也是 意思到而已 有一點點打拋豬的那個意思 但是他既不辣 也他的這個 打拋的那個味道也不夠 但是肉本身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肉本身是新鮮的炒的也不錯 就是味道整個味道都很淡 OK我另外點他兩個這個 這個是炸梅花豬排 先吃吃看 簡單講就是很像自助餐店那種炸豬排 只是 他稍微切的比較厚 可是他的味道跟他的皮本身是 類似類似像自助餐店那種方式 是OK啦 肉本身是新鮮 對 但是味道 就還好 他這個韓式炸雞看起來就有點 賣相不太好 沒關係我來吃一個看看 他這個醬來的時候是另外附的 我剛剛已經先把他淋上去了 我要說的是他的韓式醬有一個發酵味 那這個發酵味呢 要嘛就是你在調味道裡面 可能加了一點酒類的或是味醂之類的 那要不然的話就是你這個醬放太久 所以韓式炸雞我不推薦 我推薦的是如果直接點他的炸雞 他這個韓式醬不行 這家呢他這份便當賣到160 那我個人覺得以160的這個便當 然後他看起來有點像健康餐的狀態 那以這個水準我認為是OK的 只是他的調味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這個打泡豬的調味 距離打泡豬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肉本身都是新鮮的 他所有的肉跟菜其實都很新鮮 那只是在調理上 會跟你的預期稍微有點差距 可能還不到那個水平 那東西都新鮮 我推薦大家可以買 如果對味道不是那麼要求的話 這個其實可以買 這個配菜啊什麼的都還蠻多的 煮的也都還不錯 就是調味上再加油 掰掰